1 2 3 Hello 各位觀眾,歡迎收看砌GAME,我是Calvin 今集這段影片遲了一點點,因為暑假比較忙 所以前幾天我們上載了今天這個客人 IAJEDA,大家有時都會看到他 在我的頻道 他自己很努力剪的一段影片 不過這個世界,特別在Youtube世界 人們就不喜歡小朋友的存在 覺得他們比較煩 但在我的角度看,每個人有不同的階段 在他們的階段,他盡力做好這件事 我覺得已經足夠了 無謂強求和別人比較 大家剛才看到那段影片 就是整個砌GAME的第一段影片 上年2015年1月的時候拍 那時候拍那段影片的原意 就是想告訴別人 其實砌GAME是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就是一些小孩子都會 那時候就找了一個朋友的小孩子 上來幫忙 可以展示給觀眾看 一個小孩子都會砌GAME 所以你可以自己砌GAME 誰知道隔了一年半 那些人都可以找我們砌GAME 慢慢還變了一盤生意 所以都挺有趣 在這年紀裡面 認識了不同的人 有些不同的學生 有些是公司老闆 大陸教授 所以都是一個挺奇特的經驗 那時候 這個小孩子 他家人就不讓自己砌GAME 所以大家有時看到 在Youtube頻道 有些遊戲影片 都看到他 因為他經常走到家裡玩 跟他家人都很熟 但是隔了兩年 即是年多 即是接近兩年 他今年就 小學升中一 成功下入了聖保羅中學 所以家人很開心 終於可以讓他砌GAME 其實等了很久 每一次看到他 都自己在紙上畫畫畫畫 想他心目中 這個最好的組合究竟是怎樣 隔了兩年之後 守得雲開見月明 終於可以選擇一些東西去砌GAME 今天就會講一部機 上兩集就講了 在比較實際的方面 即是講性價比 今集就會講一些 沒那麼實際的東西 通常小朋友都喜歡沒那麼實際 例如我小時候都是 喜歡一些閃亮亮的東西 喜歡一些 遮瑕頭咬 越大個就越實際 即是隨便 電腦看到就可以 用到就可以 就不花那麼多精神 但在我的頻道的觀眾群裡面 是比較廣 我挺喜歡這件事 因為根據統計 我的最多是27歲至34歲 主要有幾個系列 砌機最多人看 然後就是投資 拉高了年齡層 然後就是FIVA16 在砌機裡面 收看的次數 是多於其他系列的總和 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每個人 他可以不踢球 他可以不投資 但他家總會有一部電腦 而他希望自己的電腦 是砌得適合自己的心意 開始之前 花了兩分鐘 給我買一買廣告 我們公司 假期 就弄了一個名單 之前有個 有掌問答 DinoD-Day 叫人幫我們改名 因為出了新的 Graphic Card之前 比較缺貨 所以我們推遲了名單 基本上 這個是我們Summer kind of promotion 也不知道 會分十個T 十級 善價方面 由五千元 這一個 四萬九千元 也有 當然 不用一定光顧我們 我們弄了一些 這個List 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們都加了大概 如果只用零件 這個價錢是怎樣 如果你幫我們買的時候 就會包含WIN7 或者WIN10 和終身的技術支援 和送貨 和已經包含薪 如果你想拿我們的List 去買的話 你都可以大概知道 每一個級數的價錢 這個List 你會繼續更新 譬如現在 GDX1060還沒出 所以我們 沒有辦法 有一個階段太大 譬如TX3和TX4 由五千八百元 跳到八千元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你真的幫我們買的時候 這些零件都不用一定跟死我們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基礎 譬如你不喜歡這些機箱 可以換其他 或者底板不喜歡這些機箱 可以換其他 可以告訴大家 每一個價格位 可以做到些什麼 如果你玩一些 譬如 這個Overwatch 或者什麼 TX3 TX4 就已經很足夠了 List 我們持續更新 OK 賣完廣告之後 進入正題 照舊 跟大家進入List 一次 今天的砌機片對比較多 因為 今天RGB 這個螢光燈 並不是一個很重要的題目 可能一些比較 喜歡閃閃亮 或者喜歡型 或者比較貪美 或者一些Graphic Designer 才會考慮 但是可以在這個題目引伸到 就是這個 電腦的顯示形式究竟是怎樣 我希望可以仔細一下 這個List 完全不用我操心 因為IA Jedi 已經考慮了兩年 不停去到更新 更新 從那時候還未出 第九代的Graphic Card 他已經開始 Draft這個List 他甚至很努力 幫我的顏色全部改完 又加上自己 所謂公司的Logo 這個就是 他公司IA Jedi的Logo 好像那個 那個什麼 原子殼 那個 標字 中間是I字 OK 他是4月11日開始 Code給他 5月1日就組 Case方面 就是Silverstone 比較喜歡一些 比較喜歡一些特別的牌子 Silverstone的機箱質素不錯 PS07 就是一個比較小的機箱 我自己的小魔怪 是TJ08 差不多的Style 很可愛就是那塊底板會調轉裝 大家等人會看到 他都花了很多時間 幫他自己的電腦扮靚 這個Case Cooling 就一個Thermotech的Ring 12 RGB Pack 其實這個是 3個1Pack的風扇 是可以你自己調教式 或者讓他自己變色 他就稱這部機的Code Net 是Siron Siron Siron就是他自己創了一個名字 他就說是一個 機械人的名字 小朋友改名字都很可愛 這個機械人很人性化 如果我再加一句 我就喜歡稱這部機器為變色龍 因為最大的亮點就是變色 Power Supply 我們都用過幾次 比較高級的金版 V650 Full Modular CPU方面就是i7-6700K 加一個Cooler Master的120V 應該是Plus 因為有燈 水冷 另外底板 他就喜歡Gigabyte牌子 所以他就選了Gigabyte的Z170D3H RAM方面就是 Kingston HyperX DDR240 016GB 他自己本身在舊機 拆了一個Blu-ray的ROM SSD就是ADATA SP550 120GB 還有4TB Toshiba 最後就是Graphica也是Gigabyte的 這張GTX970 Extreme 另外周邊設備 全部都是自己選擇的 Monitor呢 他就選了AOC的牌子 23.8吋 R2481FSH 這個是一個很薄的螢幕 大家可以看到 鍵盤就選了Razer的Black Widow Tolomon的Krumah版 就是變色版 另外Mouse就是Sunsoni的Ironman Speaker方面他也要自己選擇MicroLab 這個都挺好的牌子 大家比較少見 在這個頻道裡面 B58 加了一個Webcam 是Lokitech的C525 最後加上Win7 免費升級去Win10 以及送貨 其實我的貨都載到家 最後才在家組織 跟平時 我組織完之後 送給大家 是不同的 所以價錢也不同 還有工資後 總數是$13,285 那部機方面大概$10,000 左右 有些周邊設備 因為他已經忍不住 等不到 所以他不知面試完 怎樣碰到之後 就馬上捉到他爸爸 已經買了螢幕 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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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他買了 鍵盤 和Lokitech 所以他周邊設備 不止$15,000 但總之 大概$13,000 左右 就如這個名單 我有幾樣東西想留言 第一 就是 預算方面 因為小朋友 其實他沒有錢 這個概念 所以他會選擇最好的東西 全部放進去 一開始 整個名單 差不多$30,000 $40,000 我就跟家人說 特別跟他媽媽說 就說 你應該設定預算 雖然給得起錢 但你應該設定預算 給他 要他在有限的資源下 學怎樣 去到善用的資源 而不是給一個無限的預算 當然 他家人比較買 通常一些 受過教育的人 他知道什麼 對小朋友好 他會想過度過 而不是給他 好像一種揮霍性 當然 他不是說 當錢沒到 但是小朋友 不知道 那個價錢 是怎樣 有時候 有人說 我們YouTube Channel上面 很多片的機器都貴 小朋友有很多錢 他這次都有自己出的 因為他有些獎學金 加上一些利是錢 KK 他自己都差不多要給一半 但是 在原則上面 我覺得砌機一樣 比較 怎樣說 需要思考的過程 就是 不是每一個人的資源 都這麼充分 怎樣在有限資源 去到充分利用自己的資源 而達到自己 要求的效能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 怎樣說 是一個很大的 是一個思考的 不是這樣 就是這樣 整理就對了 當然 都見過不少的小朋友 可能家裡比較有錢 家裡比他亂揮貨 可能兩張TitanX 即SLI 之後 砌機三四萬 但回家玩Minecraft 一千FPS 都不知道用來做什麼 我覺得 是有分別的 如果兩個有錢人 一個是 見到最貴的東西 全部幫我買光 就是他跟另一個想清楚 為什麼我要做這件事 前者我們稱之為土豪 後者我們可以簡單稱之為成功人士 我想普通人 都會有一個這樣的 看得出的分別 當然 如果家裡的家底 未必是可以支援到 買了這樣的機器的話 你都可以 就著自己有限的預算 去想 怎樣可以達到自己想要的效能 當然 在這個名單裡面 都有一些 屬於比較 不太實際的東西 例如一些貴的Graphic Card 等人就會說 就可以變色 或者這些是 裝飾作用 我稱之為這些叫做開心價 就是你給多一點點的價錢 去買 去自己開心 也不需要太過critical 去批判 有時候我都會 例如 吃完晚飯 主菜 現在反正都 去餐廳都吃了幾個水 不如加多幾十元 吃雪糕甜品 這樣 的確是開心一點 但整體來說 這個名單都符合到 這個 性價比的要求 雖然你沒有辦法 是最高 但起碼用一些舊件 或者 他怎麼說 他用120git的SSD 不是買到500多git 買回一個大一點的 Harddisk作為補償 這些都可以說是一種的考慮 然後 第二樣就是 講講這個牌子的問題 因為我們經常在影片中 大家都看到我們用華碩版 所以很多人都說 好像我們在幫他賣 這次很明顯 我們有一個專業的GIGABYTE打手 IA Jedi 所有東西 一個華碩都沒有用 包括螢幕 螢幕卡 以及MOTHERBOG 都是用GIGABYTE 以及AOC 可以說 這些牌子 如果是講效能上 我們砌了這麼多部機 當然我們之前都講過 我們九成的機器都是用S-Rock底板 但是因為 在影片中沒有展示出來 所以大家以為我們每部機器都要用華碩 可以說一說 我們的經驗 如果在大牌子來說 效能其實沒有太大分別 我們喜歡某一些牌子 例如他喜歡這張Graphic Card Extreme系列 我等人會重點說這件事 GIGABYTE 可以說 如果一張970 和一張華碩970 你打機會不會有很明顯的進步呢? 其實是有 但是會不會明顯到 你覺得 會多給幾個水去買呢? 這個真的很見仁見智 但是可以說 那些牌子做得大 是有他自己的原因 香港很多人都不喜歡 他們以為大 就是壟斷 但是如果你在做生意的角度 如果你是沒有 在一個自由社會 就是大陸那些 有政府支撐的那些領計 在一個自由社會 一間公司做得大 有他自己的原因 就是給一個消費者 或者質素 或者品牌 或者服務方面 是相當水準 他才可以帶得到 就是 不可以就說 拿些流料出來 但是 你用什麼牌子 就是經常有人討論 我用哪隻比較好呢? 我們都會跟他說 哪隻牌子 如果在同一個系列裡面 那個分別不是太大 看菜吃飯 例如他喜歡這個LED 他就選擇GIGABYTE EXTREME系列 有些人就喜歡華碩的靜音風扇 有些人喜歡便宜的 可能買INNO3D 最後講完這件事 就是針對性 他選擇這張GIGABYTE EXTREME系列 GIGABYTE出了一個系列 就是針對一個高端市場 其實我們有很多機器組裝的時候 那些組件是十分漂亮 但我們根本沒有時間拍片 譬如去年12月聖誕的時候 兩張GIGABYTE卡 其中一個客人 就是用了 我們有Post過Facebook 沒有出片 用了這張 也是Extreme版的GIGABYTE 980TI 是十分厲害的 這個針對高端市場 就是他會在原廠的Base Clock上面 再加一個叫OC Mode 也有一個叫Gaming Mode 你就發現原本 他的時脈 可以由1215 boost到1367 你發現GIGABYTE 980TI 那個Clock Speed 都是一樣 但是為什麼 因為包括AI JEDI都問過我 或者很多人都問過我們 就是 喂 GRAPHIC卡靠什麼去看它的速度 其實我之前一集都解釋過 我忘記了哪一集 不過我在這裡可以再簡單一次 喂 970 都是這樣的速度 就是 過關了之後 980TI有這樣的速度 那是不是代表大家一樣的速度 那就是980TI不是太多 那我把兩張Clock compare 大家發現 其實我之前也說過 它最大的分別 除了Game Memory Size 最大影響的速度 就是那個Memory Bus GTX970是256bit 而GTX980TI是384bit 那因為它越多bit 那個Memory Bus越闊的時候 它可以傳送的數據 那個速度 那個量就越大 那反而不是那個速度 去到影響到效能 而是那個 那個 我們那個叫 Bend Width 就是那個 你當是一條水管 我希望稍後有機會再解釋清楚 那條水管越大 雖然水的速度是一樣 但它流得更多水 那在電腦裡面 這些不是水 就是一些數據 所以 大家看畫面卡的時候 要注意這個 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影響你這張卡的效能 那這個Extreme系列 有些的功能 是挺有趣的 特別是 譬如Iron Jedi 你發現它的價錢 譬如你這張970 是3150 甚至Inno 3D的iChill 都沒有那麼貴 或者差不多 便宜一點 好像2900 但如果華碩那些 可能只是 我講當時的價錢 現在再跌了 就出了新系列 那可能現在是 那時候都是2600多 2700 貴在哪裏呢 除了是 它的效能 比其他的 是多了一些 可能是8-10%左右 另外它的風扇 三風扇板 可以令到它 散開一塊 其實最多 最主要就是 很多人喜歡它 這個變色的功能 它有 1680萬色 其實它用了今天 RGB的原理 可以自動變色 980TI 即12月的時候 客人多了一件 它可以有一個 叫做 LN2 BIOS mode 除了它本身 兩個8PIN 它可以另外再插到那6PIN 進入一個 額外的超頻 OK 但是 沒有人會鬥這個 我忘了它那時候 那張卡鬥了 不知道一天 就已經燒了 第二天 就要上門幫它做保養 所以大家對這些 很極端的事情 小心一點 這個是被人破世界紀錄的 但是這個 你靠它的風扇是不行的 你是要有一些 額外的資源 液態淡 液態淡 你才好開這個模式 這個 不是常人進入的境界 970就沒有這個 但是因為 這個系列 那些人經常說 你做打手 這次有機會 有人選了這個GIGABYTE 可以說一說 關於它的系列 讓大家知道 最後簡單解釋一下 什麼叫RGB 現在全世界都說RGB 其實很多人都已經知道 但是仍然都不定期 有人問 解釋一點 大家都知道RGB就是變色 現在砌機什麼 全部廠都出RGB 可能知道小朋友喜歡 鍵盤已經RGB了很久 現在連風扇都RGB 顯示卡又RGB 近來華碩出了一隻新的GTX1080 又是Strix 它也有加入RGB的元素 可能想分一杯筋 可能那些人看到 閃亮亮的東西 又增加他們的購買欲 我們稱之為Aura RGB Lighting 那什麼叫RGB RGB呢? RGB其實是用了電腦顯示的三個原色 而組成的 顏色模型 分別就是紅色Red 綠色Green 和藍色Blue 它將這幾隻色合併之後 或者加加減減不同光度的時候 就會合併了很多千千萬萬種彩色 就是現在大家在螢幕上看到 或者現在的鍵盤 LED燈 都是用這種方式去顯示 但是這個時候一定會說 不是啊 我小時候聽過 美奴堂的老師跟我說 這個世界的三元色是 紅色黃色和藍色 不是應該是R R Y Red Y Blue 我猶豐嗎? 我想很多人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這樣都記得 通常人都不聽書 很多人都誤會了 他將原料 sorry 不是 這個顏料 就是你畫畫 就是藝術家用來調顏色的原色 和電腦的原色 混淆了 實際上 其實現在 就算你藝術家用來畫畫 可能有些設計師 或是畫畫設計師 或者做雜誌 會比較經常接觸到 就是 其實現在都不會用 我們小時候美奴同學 那個 紅、黃、藍 三種色做原色 首先說回電腦的原色 就是 你可以的眼睛 最主要吸收到的顏色 是由這三種組成的 如果你把三個加起來 你中間就會得到白色 所以現在大家看到 你有時顯示 無論是遊戲 或是畫面 顯示白色 其實它不是白色 它將這三個原色 重疊之後 就會變成白色 相反 如果你是用顏料 你把三種顏色重疊 就會變成黑色 是反過來的 所以為什麼 現在你印東西 有些墨盒 現在因為分手了三種 四個墨盒 有獨立的顏色 如果它沒有黑色的顏料 那一部 刷牌就會跟你說 現在你要去買黑色 不過如果你還想印的話 可以把其餘的三個顏色 混合在一起 都可以印到黑色的東西 其實都是用了這個的原理 如果大家都不太明白 開一個Photoshop 給大家看 如果你是做Graphic Designer 的時候 應該看到很多色版 應該很清楚 是什麼 如果你開了一個Color Picker 你看到其實電腦都有很多種不同的Color Model 例如LAB HSB CMYK 印刷商經常會用 還有HexDash 其實這個叫Hex Color Code 是給網站使用的 你打 例如 有時候玩Minecraft 會經常看到 白色是FFF 黑色是0000 0000 如果RGB的Model 就是 你的數值由 0至255 入任何一個數值的話 最大是255 因為256 一個有2的8次方 就是256 計算0 就是255 任何一種顏色 例如你按Red 是爆去25的話 而其他是0的話 這個就是純紅色 如果綠色是25 其他是0 就純綠色 藍色也是25 其他0 就純藍色 你可以混合 例如藍色 藍色混合綠色 就得到青色 如果紅色也是25 就得到白色 如果大家都是0 就是黑色 例如這個213 這個221 這個120 比較低 大家就得到 究竟在這個 色版上面 究竟是 它的值 會影響色 其實就是 它的亮度 如果大家不明白 其實給大家看看 這個叫Color Depth 在原始的地方 電腦在我出生的年代 只有1bit 因為電腦是0 和1 一是著 如果大家見到很舊的電腦 例如80286 或者大家打機 按Final 4 Pit Boy顯示 即是一些懷舊的顯示器 你見到是綠色 有時是黑色白色 有時是綠色 有時是橙色 我都見過 即是說單色 那一點亮了 即是說它是燈 沒有的時候 就關燈 所以只有兩種色顯示 這是最原始1bit 電腦的產物 後來一發展到 這個有2bit 就有4種色 其實什麼是1bit 2bit 其實是2的幾次方 2的1次方 就等於2 即是兩種色 一是黑一是白 2bit 即是2的2次方 4的色 3bit 就有8的色 但是大家不會見到 很少見到234 234 5 7都很少見 例如 開始有Windows 或者最早的是 Apple的Macandosh Steve Jobs 那時候 一個畫時代的Macandosh 個人電腦 他認為應該是有顏色的 於是建立了一個8bit的電腦 現在大家覺得很便宜 因為現在連LED都做到 但在當時來說 一個畫時代 就是有2的8次方 那麼多種顏色 256色 現在大家看到 有時候玩一些舊遊戲的時候 隨便我開一個program 現在有一個 例如Minecraft 內容 有一個相容性 你也可以 例如一些舊遊戲 例如DOS Windows 舊版Windows XP的遊戲 你可以調整8bit 還是16bit 16bit 即是2的16次方 有65536種 現在已經不能調整 Windows 7好像還可以調整 你可以調整14bit 或者是 對不起 16bit 或者是24bit 或者現在是32bit 24bit 就是我們所說的 True Color 即是說 你的肉眼 可以製造的顏色 的組合 是多於你的肉眼 可以分辨 24bit 即是說2的24次方 2的24次方 2的24次方 就是16777216種色 你的肉眼 最極限 是分辨到1千萬種色 有些人會再低一點 但在說極限是1千萬種色 所以現在很多的相機 很多的電腦顯示器 全部都起碼24bit 甚至有32bit 現在我們Windows 10 Windows 7都是用32bit 其實它多了一個頻道 是給它用來做一些透明的效果 但如果只是說純顏色來說 它仍然跟24bit一樣 是有1600萬種的顏色 這些顏色 你可以把這個255 其實這個 按一下計數機 這個也是256的三次方 得出同一個結果 就是 你每一個的原色都有256個選項 由0到255 你三個合起來的三次方 就有1600多種顏色 可以調配出來 就是這個意思 再補充多一句 就是講回我之前說 就是我們小時候美路堂學 那三個原色 黃色、紅色和藍色 這個印刷的顏色 現在都很少用 現在那些 Graphic Designer 或者印刷商 或者一些藝術家 現在都不會用那種作為原色 而是用一個叫做消減型原色 另一個模特兒叫做CMYK 其實如果你把原色、藍色、綠色和紅色混合之後 你會發現每一個都會有一種新的顏色出來 綠色加紅色就是黃色 這個藍色加紅色 就有一種紫紫的 我們叫做品紅色 英文叫Magenta M就是這樣 如果綠色加藍色有一種青色 就叫做Cyan 也是C的來源 所以這個叫做CMYK K是什麼呢 K其實是黑色 因為黑色是黑色 黑色是黑色 B和藍色混淆了 所以就拿了最後的K做黑色 為什麼有黑色呢 因為如果你印刷的時候 好像剛才的Printer 問題就是 如果你把三種顏色混合在一起 雖然理論上可以得到黑色 但現實上其實是一種深灰色 所以有獨立的墨盒 可以去找出黑色 就只用黑色 不理會在Photoshop 都一樣可以看到這個 例如你一張照片 我先開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 我是英國拍的 在Image Mode 你會看到現在是RGB 即是Display模式 你可以選擇LAB 其中我剛才所說的就是CMYK 這個模式 絕對是 因為你在螢幕顯示 和你印刷箱 特別一些很高質素的雜誌 他們對顏色的差異 接受的要求是十分之高 所以他們希望做到 螢幕和你印出來的顏色 是一模一樣 如果我設計師 在螢幕看到什麼 印出來應該是這樣的顏色 所以他就會把螢幕調成CMYK 比較貼近 你現在看不到 因為我不是專業的畫面設計師 如果是的話應該會看到分別 現在顯示模式變成CMYK 如果我用這個模式去執照 我印出來 理論上 和我現在螢幕看到的顏色 應該是沒有差別 或者差別是很小的 最後我放了連結 RGB color code chart 如果你不是只印東西 都可以知道 每一種顏色的名字 包括網上用Hex code 都可以看到 方便大家 如果你有興趣 對這個畫面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在這裡看看 看看別人的顏色 如何整理出來 是可以很色彩的 好了 講完今天所說的 我們準備去砌機片 希望大家對RGB有些新的認識 好 各位觀眾 你好 IA Jedi 等了兩年 你們又有燈光效 終於 守德雲開見月明 這部電腦是你的 是嗎 是 沒有人開用 好 你可否介紹一下 你今天組裝什麼電腦 這部電腦 我可以說 你去前面 逐件說 給鏡頭看看 這是i7-670K 為什麼選擇這個CPU 夠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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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U高 Size 10b 你也用我 你要看鏡頭 你也用我 這是SSD SSD SSD 這是什麼型號 SP5 那些朋友都想來 一起參加 捧場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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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 Bye Bye 對了 就是這樣 還有呢 喔 小聲小聲 技術出現了小聲 這就是RAN 我幫你們 2400 JOSP5 看看 這個是4TD 什麼牌子 Toshi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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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 我媽的老闆送了一部電腦給我 拆了這個LG 藍光DVD機 藍光DVD機 對 最重要的是 不可缺使底板 底板 為什麼你選擇這個GIGAPY 因為搭配MATX的PS 刷機箱 還有這個Keyboard 是這樣的 還有這個Graphic Card 我也是搭配Keyboard 和這三個Turtle 即Rain風扇 有這個Rain風扇 因為我的要求 就是我整部機都變得色 整部機都變得色 所以有些特別 還有一個Webcam 方便可以 什麼是綁牛呢 因為火牛 你以前用過那次的Cooler Buster V6 然後就是LED 23.8吋的AOS 超級薄的MATX 超級薄的MATX 那事不如時 我開始 不是啊 你最重要的 就是我剛剛說了Graphic Card 這個 Extreme Gaming GIGAPY 因為我是GIGAPY粉絲 為什麼你不喜歡華碩呢 我看到華碩有些很貴 比X99還貴 5277 OK 就是這樣 好了 介紹完了 可以開始組裝 不要當作彈 其實這次你自己親手下手組裝 好厲害 緊張嗎 不緊張 過一兩年 除了高了之外 有什麼改變 沒有 就是上次組裝Helen 你組裝過打機用電嗎 就是這樣 這部不是打機用電 這部是做功課 可以說是小朋友的專業用電 小朋友專業 主要是用來做功課 做功課上網 那不用我組裝吧 是嗎 可以看來 我主要是來收錢 不是主要是來收錢 你可以搞定 你有給你 小朋友都認識的 這些 我有給你拿白錢 所以你應該都參與這個 大本營 還有一些朋友玩的Minecraft 手機版 因為他們手機版Minecraft 痴 好吧 有人上來嗎 OK 有個Call i7 嘩 有貼紙 好吃 好吃 神經病 神經病 我這部是 HELLO HELLO 我都來了 我朋友都來了 他已經開始 一塊底板 對 一塊底板 拿一塊底板出來 不要指導我指導 看了這麼多影片 小朋友有幾次 你一看一看 一看一看 一看一看 是不是一看一看 只要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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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晚我吃完飯 回來的時候 你開箱 我試試用這部新機 和你玩 在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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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不到鏡 只要拍攝 不用割開它 筷底板 你先收回割刀 不是 收回 小心點 拿東西 枕著 枕著 拿個CPU出來 對 開蓋 小心點 然後放CPU 需要放嗎 不用 有個扣的 小心點 唉呀 搞定 不用按 等一會 對 壓下去 好 我放過來 蓋子 把東西拿出來 唉呀 好像那個背口 好像雞蛋 哇 好開心 好像塞雞蛋 這個浪費了 這個不是想轉了一個風扇嗎 對 其實轉不轉 其實轉不轉 沒有所謂 轉不轉都沒有所謂 那你那三個風扇裝在哪裏 裝 沒有夠位的 我裝兩個風扇 裝兩個夠嗎 遲些有一個風扇賣 那時候裝第三個風扇 我記得有幾個螺絲 你幫我弄好這對 弄好大人的工人 我沒有打算做事 今天 我還沒在你拿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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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他 請他 對 沒錯 我是今天的工人 OK 你拿個 等一下 你拿個盒子 拿個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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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在你拿錢 還沒在你拿錢 我只想如果有碎射 我應該不會在你拿錢 隨便有瓷石 爹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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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裝完 我沒有裝過 這些是水冷的 對 一體式 其實不是水 裡面是潮汁 所以不會會有發 像放熱那些 冷氣機那些 那這些不是潮汁的嗎 我叫它撒傘 不 這是用風扇 但大家喜歡這些燈尖鎖 所以其實就沒什麼需要 我第一次撒傘吹風扇 我給了你 要有效的 不會完全沒用 就不會這麼熱度 不會這麼厲害 好了 拿一本說明書來 你的鎖蓋叫什麼 這個Socket 叫什麼 1151 你首先要把板子釘進去 這塊板怎麼裝呢 不用 你要先扣螺絲 先扣螺絲 Intel 看到嗎 拿剛才的板子 然後拿一個 Intel 向這裏 然後拿四個交扣 四個交扣 不是 我有螺絲 先扣螺絲 E 麻煩你幫我 E型螺絲 OK 幫我幫你拿 這裡有一個螺絲 嗯 有一個E型螺絲 嗯 這個 不是這個 對 這個 對 拿四顆 你用 我這樣用過這個CPU風扇 所以你應該給我 我給了你勞工費 我用過很多次了 你扣到中間 看到嗎 115 115 1151 其實就是1151 對 扣下去 這樣 這樣 塞進去 對 四個這樣 我喜歡打斜 你的佔嘴向來 佔嘴向來 打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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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你了 Josua 墊了它很久 對 他給你看 有SSD 又有Hard Disk 是否轉接時更快 我看見它有4T Hard Disk 它的SSD SSD是快 因為Hard Disk是機械 所以它裏面有馬達 所以會舊化 譬如你用得久 為什麼東西會越來越慢 一些資料散佈在碟上 那些針像DJ那些 桌碟那些 它都要數一下 數一下 那就需要時間 所以它就會慢 還有會有舊化 但是它便宜 好處就是 SSD 就和你手機的 記憶卡的晶片一樣 所以就沒有機械的 那些 那些 component 對 那它便會很快 可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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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便會快濕 如果你這樣 用這個來開機 開機 對 開機就快會快 對 你上的那些 不需要那麼快的 那些 那些 然後你掀在後面 這是Hybrid 也不是Hybrid 有些真的Hybrid 就是把兩個盒平 這個真的純粹快 要不需要反轉 所以要反轉 底板 OK 對著相機 OK 對到的了 不用擔心 不過這樣 摺一滴可以 摺一滴可以 夠了 夠了 拉回去 這樣 對 OK 不知你 等一下 剩下一個 然後這個 好嗎 OK 再來 你要扣Intel 要扣這個 這個 扣上去 你不用那麼緊張 慢慢來 慢慢來 後面有一塊膠紙 撕掉它 否則會燒焦 燒焦 對 不要緊 好愛狗 好 那你準備 放上去 要四顆螺絲 看到這裏 A的螺絲 A 真的小的螺絲 今晚 如果在德國 用這部新電腦 和你開Mine Card Server 待會我要做宣傳 厲害 待會我要做宣傳 我遲些給了5元 用10秒來宣傳 你看到這個 對 水管向外 向這邊 對 是否要入水 不用入水 不用入水 這裏已經有 這裏一體式 你放上去 一滴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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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遮 是散熱膏 我叫它散熱膏 散熱膏 挺好聽 先扣掉它 然後再拿螺絲扣 你幫我幫我 起床 你應該幫我用螺絲扣 我不是很懂螺絲扣 對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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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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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風扇送的 對著鏡子 但我遲些會換成這個RAN10風扇 好,介紹完了是嗎 對,介紹完了 好,我們可以開始拆機箱 你揭開兩塊側板 你會怎樣? 你會怎樣? 我會怎樣 又說自己組裝,不可以螺絲別人扭 自己組裝 對 拆,拆,拆盒就我拆 螺絲就自己,別人扭 這樣不是自己組裝 可以變色 他的概念就是可以變色 所以才怪怪 我們真的 為什麼要看同一效能 對,如果同一效能 可能你執法才可以 其實如果沒有發光的話便宜 便宜很多 風扇又不用付錢 對,我們做一個經濟版的 經濟版的 這三個公司加起來也有400 不是,自己外面有顏色嗎 有顏色 不用顏色 有LED燈 對 自己又有 我煩很多 自己又有 自己又有 自己有 有金有 嘩 很帥 他的GRAPHIC卡也是鑽色的 他的GIVA是鑽色的 自己加一些米 對,所以全部都是 砌機 這一次 這次 Joshua也有幫忙 好 幫到手 他叫做 砌機 練習螺絲很重要 好 哈哈 做什麼 做什麼 你這樣 搞定 OK 是時候 放一些新風扇進去 OK 開箱 有了 開箱 有一個FAN CONTROLLER 嘩 這個好東西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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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後面那個也安裝這把風扇 不行 但是CASE 水冷 水冷不是換風扇 一樣 你看 一樣的 OK 三個換上去 好 三個 看方向 但他不會轉色 為什麼 他插一個控制器 不插底板 可以嗎 可以嗎 為什麼不可以 控制器材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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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這個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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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這個盒子 拿出來 拿出來 這個 這個 裝硬碟的 這個 這個 我會輸到全部東西 現在裝上DVD 在裏面會不會比較容易 這裏是先生的 這裏是先生的 已經是先生的 英國的名字 英國的名字是 Young Man 不過Izeng Lee還是有PP 不要這樣 先進去 然後再出來 然後對左邊 可以加一點 可以加一點 可以了 可以了 完成了 你看看螺絲是否正確 多拆一點 完成了 應該都對準了 對準了 那時候有沒有 他還給了這個名字 難怪你可以說 轉個空事 有 有沒有E-mail 有 有 你都沒有給我看 都沒有訂 你沒有給我看 還有 為什麼呢 這個只有三個PIN 差不多四個PIN 一向都只有三個PIN 為什麼有多個PIN 你有沒有買一個耳機 我不買耳機 我買Speaker 買了這個Speaker 還有這個Webcam有咪 你很實力 你買 插出來就可以了 不會白一聲 為什麼 你呢 跟著 看不看 你已經不怕 我給你兩包 你行不行 啊 好啊 不怕 我昨晚沒有睡覺 你給我喝 醒神一點 昨晚看直播 巴菲特股東會 什麼 加菲特股東會 巴菲特股東會 巴菲特股東會 加菲特 我不是 不是說打Vader 但比起上次那個已經沒有了 起碼整塊底板 不用再拆出來 風扇不用再拆出來 風扇不用再拆出來 全部風扇拆出來 Io版也拆出來 你懂不懂分 那個方向 OK 首先就是 拍POWER POWER LED政府 正向左面 還有一個呢 這個呢 這是什麼 RE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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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ER下面 這裡 不分正負 沒有分正負 POWER和RESET 燈才有 還有HAT DISTTON 這裡 HAT DISTTON HAT DISTTON OK HAT DISTTON 黑色是負 我知道 我以前玩電腦 我以前玩電腦 好嗎 撿一撿一撿 哇 真是便宜的 鎖出來 GOOD DUST 什麼GOOD DUST 你不知道什麼叫GOOD DUST 我下次教英文叫GOOD DUST 我不是聽過這個Slang 你放好的方向 誰知道怎樣放 喔 是 是 是 香香 有頭峰位 是嗎 是 好 扭螺絲 想拔了 保護貼 不用 你先不要弄這些 我沒有 你先扭一下 你先拿自己 你又要 你呢 你呢 應該放那部機 對 香自己 當然就能力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怎麼會 找一個自己辛苦的位置 好 搞定 現在拆電了 蛤 你 先拿哪一條 當然是ADX 嗯 OK 先拿 但發現所有底板都是24Pin 不是的 有20Pin 廠機 廠機 真是Lenovo那些 嗯 你扶著底板再壓下去 OK OK 對 那你呢 就把這個 這裡有個扣 不要這樣 這個拆下去 OK 拿回去 拿回去 你跟觀眾說 我問 在IAJetta家裡組 所以 背景音 背音 對 對 對 好 現在呢 其實我們可以開機 試一試 看能不能 看能不能 那你拿個螢幕 很簡單 喂 電視機上試吧 有沒有HDMI 電視機太不方便了 沒有走 有時機 要搬個螢幕出來 這個螢幕 這個螢幕 這裡不搬到 好了 設置好螢幕先 清了 整個螢幕 摸糞 哇 我杯咖啡 最重要 插 插 先擦開機 我怕你們 好大 這個螢幕 真的很薄 很薄 薄到鼻 可以做什麼 街市街 什麼銀行 AOC IE481FXH 然後 它呢 按這個 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 它呢 那個 口度 只有2mm 比這個 還厲害 只有多少 這個 X239 對 我也不需要用學 No signal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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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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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待會 先拆開 這個 慢慢 很難 很快 這樣 它 兜一條線 這裡 在下面 過去 過線 很快 還有一條 就是底 為什麼不插底 不要緊 都插到 真的 取難得取易 不用看 有什麼需要看 開機 看前面 開 沒有聲音 沒有色的 好 按按鍵 我試一下 這個是 黃色 綠色 轉色 綠色 綠色 好漂亮 我們試一下 什麼顏色 紅色 藍色 白色 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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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和藍色 都贏了 這個 就是 這就是 GIGABLE Extreme Gaming G4 GX60 然後 因為我 有時間關卡 我先拆開 不要緊 爛了 不是 因為技術問題 你弄爛了 那個盒 那個盒 OK 就是這塊 好漂亮 好像那些風扇 這些風扇 轉得色 有一個 Extreme Gaming 好帥 貼紙 不是貼紙 這個是貼紙 你拿去 這個地方 然後 這個我可以這樣 看不到 你放進去 看不到 你可以穿著手 這個就是Extreme Gaming 我也看不到 你遮住 其實穿著有什麼用 打機的時候 抹汗給你 對 輸的時候 再來一次 示範抹汗 示範抹汗 對 輸的時候怎麼做呢 滴汗就可以抹汗了 接著呢 還有一個 四篇轉八篇 這個 DVD DVD Driver 又是貼紙 又是貼紙型 OK 各位 買卡 其實不用切爛 你收回切刀 你就切了自己 當然有些紅色 為什麼呢 因為是你的血 卡是沒有紅色 有什麼意思 插頭 還有一個 Grap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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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風箭 不是啊 這些好像Random的 有光環的 你吞一下 你是不是想自己安裝 對 自己安裝 你自己安裝 No 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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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 No IC 我聽過O IC No IC No IC 我幫你入圓時間關係 我幫你塗了膠 你什麼時間關係呢 入圓時間關係 快卡是很難濕得入 10 完成 完成 不錯 好 扭一下螺絲 封住 扭一下螺絲 完成 插上這塊 很漂亮 超級無敵 超級無敵 為何要做這麼漂亮 因為這塊卡 我希望整部機都變得成 不如直接貼一些藝用光管 放在旁邊 嘩 好浪費電 對 你也要浪費電 但不用浪費更多電 如果你不用浪費更多電 不如你弄 沒有發光 又有些螢光有 好 你現在欠什麼 那塊卡 那個電 對 去哪裡 6000加2 7B 有充電 我懷疑看到幾眼燈 應該看到的 可以看到的 完成 完成 完成了吧 好 好 看到有FAN STOP 所以現在要做一條線 那你就要做著風扇 是 我待會幫你撿 把它弄完 好了 你介紹一下這個FAN CONTROLLER 這個FAN CONTROLLER 是教的速度 真的做不做得到 還有 為什麼會去到後面 為什麼會去到後面 因為我們找不到螺絲 所以會想到螺絲 有些老土 但是夠實 不是啊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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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 現在可以試開機 試開機 不要搞破 你先蓋上那個蓋子 不用蓋上去 先蓋上去 先蓋上去 要先蓋上去 要先蓋上去 可以拆上鍵盤 這是什麼 先試一下這個鍵盤 這個是Black Widow X 好啊 就找到一個非常熟 看看鏡頭在那邊 什麼都看不到 這是一個技神秘 又恐怖 媽媽要先拿去 今天很煩 沒有爭執 那些主族 今天沒有爭執 我先拿去 你來 小心 小心 我們試試一下 麥克風 3 2 1 我都拍不到螺絲 算了 好 這個就是Win Force 風扇轉了色 Keyboard 也變了色 Key型 然後呢 後面 你轉個機 你不如操作機 就是這樣 Joshua在後面幫你轉色 後面按個 阿妹幫你轉色 在後面按個按鈕 按Mode 藍色 轉綠色 然後轉綠色 好帥 黃色 對 不要防禁 轉回就黃色 搞定 我們先把手機 顯開這個 RGB風扇 Graphic Card 也是可以轉色 水冷也是有顏色 後面的風扇也是轉色 這部手機叫什麼名字 你還沒說 這部手機 忘記了 為什麼 介紹一下 因為以前作了一個故事 有些奇怪的名字 就叫做 有人性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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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們終於插完這部機了 沒錯 現在IA Jedi 介紹一下 結果是怎樣 很成功 貼到幾個貼紙 因為我是貼紙狂 然後呢 只能在這裡加個 我自己做的 是G Logo 嗯 PSC那些什麼都很順利 嗯 Mose Mose Pack 好 那這個Monos 這部自己買 OK 預備 3 2 1 開了 嘩 好閃 對 好閃 開慢一點 打開來看 嘩 對 OK Cylog 剛才看到櫃 對 看 進新的 連鍵?- 鑫廣 會關燈 開燈 這部就是我的 色彌 哈哈哈哈 嘩 等它滾一個變色 哇這個變色龍 我不叫變色龍 我叫Siren Chroma 的色彩 好完成的 今天砌機覺得過程 非常有成功 所以 High Five 耶 哈哈哈哈 現在可以 安裝 電腦 可以 拜拜 我趕著玩 沒有時間再拍片 以上就是5月1日 去到家 跟他一起砌機 剪輯片段 比較隨便 5月1日沒有親自 晚上我們兩家人 都出去吃飯 當然他心不在緣 砌完機 沒得玩 第一時間快點吃完飯 都不理會吃什麼 快點回去 回家 玩回自己的機 這些 比如這些小朋友 恨了很久 IJEDA恨了兩年 恨了很久的心願 終於達成了 我自己做過小朋友 非常明白 你不能這些要求 太高 你見他 組裝到 那部機成功感已經很大 原本那條片 兩個多小時 讓我剪輯到三十分鐘 留了少少對話 大家見到 沒有什麼技術性的指導 都是一些比較 生活化的片段 平時我們教一些 小朋友砌機 或者教一些大人砌機 都是這樣的 我比較喜歡 小朋友 或者甚至我們的客人 自己本身 對砌機很有興趣 已經做了很多功課 也做得很足 才開始砌自己的機 當然 他選了很多零件 根據他的意願 比如可以變色 可以做這些 比較花巧的東西 你個人越大 越成熟 慢慢就覺得沒什麼重要 小孩子 小時候我自己都做過年輕 喜歡一些型的東西 閃亮亮的東西 但是那個人越大 就越傾向實際 覺得 這些燈 真是殘忍到自己睡不著 好像開Disco 不過 都是很高興 這個系列 過了一年多 越來越多人認識 這個砌機的 這門的手藝 怎麼說呢 其實我看得到 這個行業 是向下坡走緊 一些平板電腦 或者一些穿帶式的裝置 或者一些手機 慢慢會令到人 不需要買這麼大的電腦 很多事情做到 我相信現在 除了一些很專業 比如一些Graphical 或者一些剪片 或者一些多媒體 當然最大的就是打機 那些人才會重拾對砌機的興趣 希望這些系列可以延續下去 讓更多人認識 或者對砌機 怎麼說 有一個更加深的認識 最後教大家一些技術 如果大家像我這樣 不喜歡 花錢在RGB身上 但又想享受到這個閃光Disco的效果 我教大家一個方法免費 大家知道去Youtube任何一段影片 將它調到Full Screen之後 你打 Awesome 你會看到下面這裡 就會變成RGB 你可以享受這個閃光Disco的效果 RGB RGB 沒有什麼事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我們下集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